哈喽朋友们好 今天跟大家来推荐一款 威豪房车的有中盟版 跟之前的无中盟版有一点区别 就是这块做了一个有中盟版 为什么会做一个有中盟版呢 因为前段时间有几个车友跟豪哥反映 他说他想买一款有没有有中盟版的 所以豪哥也做了一块有中盟版 反正豪哥这里以无中盟版为主 这块是只是做了一个潮次 让更多的车友有更多的一个雪车 现在大家来了解一下 好了我们先从右边给大家来介绍 镜头跟着我过来 这个就是有中盟版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小桌板 标配一个小桌板 然后小桌板收起来 这个就是中盟打开 中盟打开呢 这里是有一个呢 这边有一个手动的一个踏步开关 你就可以把它关去 为什么做到手动的就是不容易换 还有一个它的亮点呢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小桌板 然后放一些调料啊 然后这是一个花笋 小桌板就是放一些小东西 下面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外置造具 外置造具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外置造具 高度呢 我觉得个人觉得也可以啊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冰箱的晒肉孔 上面呢是一个小窗户带沙瓦的 这样一个通透的一个小窗户啊 然后这里还有带防纹的一个沙瓦 上面标配一个3米的那个飞牙马的遮压盆啊 标配一个遮压盆 来 镜头跟着我过来 这里是一个户外的220伏的电源插座 电源插座 然后后面呢 这两扇窗户呢 开着呢是说明是一个横桌板啊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是一个横桌板 标配一个大宇的2.5公斤滚筒洗衣机啊 这里还有一个5公斤的煤气罐 带了一个小超门啊 大家看一下 带了一个小超门啊 带一个小超门 对 上面这里面呢都是两个储物格 然后下面还有很多的储物格 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都是储物格啊 还有那边的储物格 都是储物格 对 好上面是一张1米9长 1米2宽的这样一个双生床啊 所以双生床 然后上面的吊柜啊 我们这里面再给大家去介绍啊 这呢 这可以摇起来的啊 这个床是可以摇起来的 你要放点大街的东西都可以 都没有都是通透的 这个摆都可以是可以拿掉 都可以拿掉 好我们在大家里面再去看看啊 这个都是带上网的 两边为什么能达到1米95 9到1米95的尺寸呢 是因为两边都把它做了一个拓宽啊 所以这边有一个大概10公分左右的一个吐出来这个东 一个一个一个外吐啊 然后这是220伏的电源插座 然后这是一个豪哥的一个加水系统啊 加水系统 然后这个是一个逆变器的散热孔 逆变器的散热孔 跟那个沙瓦啊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尿漱口啊 这个车尿漱口是因为这个是国六的 所以说这里会有一个尿漱口 好了镜头再跟过来 我们进来往前走 啊 这块车跟无中蒙版一样 上面也是标配了一个小贴砂啊 大家看一下上面有个小贴砂啊 好 我们进去给给大家看一下 哈喽朋友们好 拓子 拓展板线出来啊 然后进来呢 这个宽度呢 说实话不是特别宽 我目测了一下 大概就是60公分左右啊 60公分左右 但是呢 夏天 有这个沙瓦 冬天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拿掉 整个拿掉 这个空间会大概有70公分啊 进来这个位置就是 洗菜盆啊 这是一个洗菜盆带高脚龙头的这样一个 洗菜盆下面呢 解修口 下面是抽屉啊 抽屉两个抽屉啊 转过来这个地方啊 是一个双门的大冰箱啊 这个冰箱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呃 用的比较好啊 这个是双门的冷冻 上面是冷冻啊 下面是冷槽的 这样一个国产的超浪冰箱啊 这个冰箱呢 品质要比之前的那个什么佛 什么什么斯特的就好太多了啊 上面这里就是中控面板啊 这个是820的锂电池啊 820的锂电池啊 然后清水虾灰水虾啊 然后这个是所有的开关 冰箱水豹电视等等啊 好了转过来 这里就是一个驾驶区的位置啊 带一个小贴窗啊 把它窗户打开来 贴窗要通通封 这样贴窗打开会特别凉快一点 封会这边上面进来会特别舒服啊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六速自动挡变速箱的 这样一个中控台啊 好了毕竟是下车来说空间会比较紧凑一点啊 这个地方呢就放一些 平时放一些烧水壶啊 什么电饭包啊 然后这里还有好两个插座啊 然后这里的所有的控制面板 这里还有三千万的逆变器开关 然后USB啊 然后燃油暖风啊 暖风机啊 然后DVD啊 隐隐俱全 然后这里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带有空调 行车空调的这样一个设计啊 然后这里呢放一些小的一些东西 不要说小的碗块啊 下面放碗块 下面放碗 上面放一点小的东西啊 这个有一个遮牙的 然后下面是衣柜啊 带于衣柜 两层的一个小衣柜啊 放好东西啊 好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要睡觉的床到底啊 因为这个1米7的个子 睡觉去怎么样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头上面还有十公分 也有十几公分吧 大概1米9啊 这个差度就是1米9啊 1米9啊 睡俩个人 像我这种生存睡俩个人是没有问题啊 睡俩个人没有问题 哎呀 好了这里还有一个 标配有一个业务报警器啊 业务报警器 然后柜子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柜子 放小东西啊 小的一些内衣库啊 我觉得还是没问题啊 都没问题 这样 两个 这里还有两个 四个啊 老婆放这边 一人两个 好给大家再看一下卫生间 好 这个卫生间都是带 大家看有没有 带通风口的 还有下面也带通风口的 带通风口的 带通风口的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你里面排风车一开 然后这里开个小贴窗 它会行车里面会形成一种对流 然后洗好爪力以后呢 卫生间下面的水也特别容易干啊 你的镜头里更进去里面看一下 来给大家拍一下啊 这个呢就是没有一个窗户啊 下次建议豪哥建议这个折叠脸棚 就可以取消掉啊 折叠脸棚可以取消掉 然后直接换成那边造一个小窗户 会更好一点 因为这个折叠脸棚 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 还是在外面洗会更好一点啊 标配一个赛德福德的一个 码头啊 这个区呢做了一个小的可以折叠的 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的就呃 椅子啊可以打开来睡一个小孩没问题啊 1米5以下的小孩可以睡 但是呢真的不建议 在这种地方去睡觉啊 第一个睡的肯定不是很舒服 第二个每天椅子收信收出来 特别麻烦啊 拼床特别麻烦 好了上面还是一个大柜子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大柜子啊 然后标配一个 海口大雨的微波炉啊 前面都有通风口啊 都有通风口啊 啊 然后配置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一个 多美达ABA S4的静音变频空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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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又到了说说这款车配置的时候了啊 呃 这个车呢 是大通V80PLUS 也就是国六的车啊 要将尿素的2.0T的发动机 6AMT的自动变速箱 啊 啊 车呢 标配那个ABS ESP 啊 那个 还有一个 啊 定速巡航 啊 那个 胎压接测等等 很多所有的后视镜加热啊 所有的基本上 高配 它这里都有了 最重要一点 它是6A 6AMT 自动的啊 啊 啊 然后 防的部分呢 配标配呢 800S锂电池啊 3000瓦逆变器啊 260瓦的太阳能 然后是啊 户外的 那个飞压马的遮压盆 外置厨具啊 啊 然后是 110升的双门冰箱啊 啊 多美达的 啊 多美达的ABS AS4的 静音 变平 顶制空调啊 这个是 多美达里面是最好的一款 然后呢 啊 赛德福德的抽拉式马桶啊 啊 然后是 海国大雨的 2.5公斤的滚筒洗衣机 大雨的 微波炉 麦克斯的 换风扇啊 啊 啊 等等等等啊 然后水 水箱呢 是清水箱140 灰水箱是70啊 这样一块 配置的一块车 价格呢 好的一下子跟大家都说了啊 32万8千8 啊 32万8千8 啊 你觉得里电是 那个800不够 可以再加400 6千8啊 啊 总体来说这块车是一个 我觉得配置属于中高 中少 中少的这样一块配置啊 不能说是顶配啊 但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 而且 几大街都用的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啊 啊 做了一块有中门的 有中门跟无中门的最大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位置 大家看一下 多了一个柜子啊 其实位置 柜子多的多吗 也不是很多 少吗也不少 然后最大的一个量点就是 副驾驶 坐的时候会更舒服的啊 副驾驶 啊 不像无中门他是要折叠的啊 然后这后面有两个座椅 总共 规规矩矩四座 啊 这块车在左邻右舍房车之家 有卸车 朋友们啊 有卸车 大家对这块车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 左邻右上海的左邻右舍房车之家来 试驾 体验 啊 这块车的 客户群呢 基本上以 啊 老年人为主啊 然后以平时啊 啊 有工作 又不能查时间出去旅行的 这部分朋友啊 为使用的一种主要消费群体啊 啊 你要纯粹的旅行 那航客还是建议你查时间旅行的还是要建议你买C型车 但是有的人又有接雇工作又偶尔出去 那我觉得这块B型车他 无论他的查快高都特别合适啊 他的查度是5米7高度是2米76快度是2米啊 这个尺寸哪怕你去市区停车也非常方便啊 好啦 这块车今晚就介绍到这里 啊 还有标配那个 尾巴斯东的燃油暖风系统 差点忘了啊 燃油暖风暖水一体机啊 啊 今晚该有的全部都有 豪哥能做的就是能让你买了车 只考虑去哪里玩哪里玩不考虑去哪里改哪里改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拜拜